《无情的战狼》系列一部比一部好看 相信是电影院看过的网友们都忘记 不了那些真实的打斗画面 《爱国情节》也是少见的电影题材 可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 毕竟从来没有这种电影的类型题材出现 虽然有但是也没有这么警报刺激的 导致那段电影院 当期爆满 基本上都是冲着这部电影而去的 可是有很多网友们就好奇了 电影里面用了那么多局势器材 和血腥的打斗画面 这些器材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吴京想让全世界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强大 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 吴京就已经提前咨询和跟军方学习过 而经过了种种磨难终于说服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很多都是军方提供 才有了里面那么多没有见过的军事设备 目前这部电影也成为了票房的里程碑 也让全世界知道了我们中国也是能够拍出这样类型的电影的 在电影借我们也向前卖了一部 可以说是很成功 作为一个中国人 爱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而这部里面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祖国人民 而且在这之后也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电影 恰好卖的也是不错 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都是很爱国的 总的来说现在网友们最关注的是战狼三什么时候刻意拍 其实审核早就已经过了 但是是为了等一个角色 所以迟迟为开拍 那就是曾经在战狼二世 念少将见将的丁海峰 他的坚定魁梧的角色和那句开炮 深刻的映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由于他的胆期排满了 暂时没办法接这部戏 吴丁又是对电影角色和拍摄追求完美的人 觉得这个角色别人代替不了 所以想要看战狼三 估计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 爱国题材的电影 国家当然会支持了 这也是对国产片的一种大力扶持吧